若大的太阳弯成一轮细细的下弦月 民众趁天色暗下来拿起手机狂拍 随后整颗太阳被月球完全遮蔽 露出平常看不见的日面及日耳 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 大家看得如痴如醉 当月球阴影准备脱离太阳 这时可以看到太阳边缘一小角 发出强烈的光芒 仿佛钻石戒指一样耀眼 在这当下有男士已经被妥戒指 趁机向同行的女伴求婚 趁日全时邀请对方成为人生旅途伴侣 今年这场日食日时代宽约185公里 从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 一路朝东北移动 穿过美国15个州 最后来到加拿大 在纽芬兰结束 估计有将近三千两百万人 居住在日全时路境内 如果您财务宽裕 可以来场豪华体验 搭飞机看日食 美国华府也在日时代当中 虽然并非晴空万里 不时有云冒出来遮蔽视线 但民众仍然乐在其中 在草地上或坐或卧 观赏这场自然大秀 另外在驰名的尼加拉大瀑布 看日食的人潮穿起太阳装 打破金市记录 下一次北美日全时 要等到2044年才能再看到 说是一生一次或一生两次的难得体验 一点也不夸张 华人新闻非常编译 你好 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